Leo聊事記 天天同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敗戰庭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今天連續兩場都是HERA對上台灣TAG知名選手 這場比賽也是非常頂尖 先來看一下左邊這邊9點鐘方向的敗戰庭人HERA HERA這邊的文明特色是他的 槍兵 戰矛 駱駝 都有25%折扣 而且敗戰庭人帝王時代的造價也比較便宜 那他的生旅也是全滿的 那敗戰庭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攻兵路線 騎兵路線都相當適合 攻兵路線 劍兵無事 沒有三攻很容易尻出人 通常只會轉槍兵而已 那敗戰庭人帝王時代還可以考慮轉敗戰庭聖騎兵 這個單位也是這個遊戲裡面 綜合數值裡面來說 比較全能型的騎兵 比較害怕見死而已 除此之外打槍兵 或是打駱駝 打對方的什麼兵都很好用 但是缺點就是貴了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中國天空熊選擇的文明 天空熊這邊開局是沒有蓋房子 因為現在中國人改版的關係 以前是一定要蓋房子 但現在人口變成15人口 所以不用蓋房子 村民一開始就拉過來趕快去吃東西 那可以看到天空熊這邊TC閒置 只有19秒 19秒也是相當短的一個數字了 我個人認為20秒以內都算是非常頂尖的了 那天空熊這邊打法還是要偏向於 他的工兵路線或是騎兵路線 雖然中國人他的劍兵路線也是可以用 但一樣跟半戰庭人都是槍兵時候會比較常出現 那中國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工兵路線會比較常見到 因為他的寶兵中國聯弩的關係 那中國人遇到對方駱駝文明很強的時候 基本上自己也不太會轉駱駝 因為這個成本造價基本上就是打輸的 所以我可以預見天空熊這邊應該還是會以工兵為主 那也可以考慮走馬功路線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也有母子環 那由於天空熊開局的時候呢 村民宿已經有領先 開局送山村 但是食物比較少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食物這邊是比較極限的 所以要不斷村是比較難一點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這個文明不太適合新手 這文明是非常困難的 正是困難開局模式 中國文 好 中國人這邊是開始把這個 豬肉跟羊肉開始吃一吃 好 村民宿差距先可以看到 中國這邊大幅領先 人口一村 遙遙領先 沒有問題 好 非常的穩 非常的穩 好 接下來路有趕完了嗎 已經趕完了 天空熊找找把路趕完 然後開始來探地圖了 好 看到HERA家裡 好 HERA家這邊7分鐘把家裡圍得差不多 好 這邊趕快圍 好 HERA也要在8分半之前把家裡給圍死嗎 好像是喔 我們的教學 黑跳城教學 就是在叫8分半以內要把家裡給圍死 我覺得8分鐘太極限了 8分半比較能夠讓新手有這個能力做得到 所以不要再說 我們的教學不是最頂尖的 當然不是最頂尖的 因為我不是最頂尖的玩家 但是對於教新手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也非常感謝各位這麼支持我們的會員影片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 天空熊展出了馬就 好 那八難題人這邊8分半就為把家裡圍死 然後剪下一龍一木 連GIN都不蓋 這裡很有可能 還是待會要再下個軍營 但有可能不是現在 會不會直接不交流 直接黑跳城呢 天空熊這邊轉出了馬就 開始在產落馬 好 這裡田已經優勢了 不下軍營田就有優勢 可以看到HERA這邊7片田 天空熊才3片 軍營跟馬就的資源省下來 就可以多種田了 多種田 經濟自然就好了 OK 這是一個不交流 還是要補軍營 為甚麼這邊一定要補軍營 因為現在還可以跳成阿拉伯 還是要出個毛兵防守 會比較容易上去 不然有時候對方一個長兵 突然一波弓箭手衝進來又插箭塔 直接殺星來就被秒殺了 所以最後還是補個射箭場 比較安心 但天空熊呢 他這裡是學定要蓋齊萬里木牆 但是為甚麼這裡有空了一個洞 這裡是要補房子的意思嗎 這裡要補射箭場嗎 補的是馬就 那就特別了 看來他是非常放心 天空熊是不會打進來的 那應該是剛剛那隻村民有出去了 有發現沒有轉射箭場 只有漏馬 這裡補了一個兵工場 別人修都不修 好 準備要來升級時代了 這邊升時代 待會是要先轉一些駱駝的樣子 那班蘭提人的馬弓路線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 跟中國是一樣的 沒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班蘭提人 除了奴兵之外 馬弓路線也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遇到中國人 這個我比通常弓兵路線比較厲害 這個中國聯弩的關係 所以走馬弓路線 不一定會獲得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但沒意外的話 Hera應該是要走一個 3TC開農 然後是天空熊轉兵去做決定 好這邊看到射箭場了喔 果然天空熊是走崩兵路線 那這邊要補射箭場了 OK 偵查到了 天空熊這兩個射箭場 如果再往後蓋一點 不被偵查到的話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當然是出個人見解而已 而且Hera確實是看到偵查 偵查到看到你有 轉弓兵還轉矛兵 但是如果往後蓋的話 就不是高地 所以這一點就會比較矛盾一點 到底要往哪裡蓋才好 那這裏沒有打算要長招 兩隻駱駝出來 先對著弓兵一陣爆砍 砍死之後 弓兵往後拉 又要再死一隻弓兵 天空熊這弓兵好像出去的有點早 送完兩隻弓兵之後轉馬弓 OK 天空熊這邊轉馬弓 掛斬亭這邊很輕鬆 只要轉駱駝跟戰矛 就可以很輕鬆的 擋得住天空熊的馬弓 中國策略 好 戰矛兵也點了 3TC也補下 駱駝就去追 砍到了一刀 現在馬弓數量不夠多 就打回去比較麻煩一點 掛斬亭這邊點下了戰矛兵 3級已經好了 講隱藍物士嗎 你進來我就敢投矛你 要投一發 直接投死一隻 天空熊的馬弓 這個投矛有點猛 好 後面的TC已經補下 現在3TC已經開農了 天空熊3TC也補下了 沒什麼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還是會先開農一下 好 現在品種也點了 馬弓最忌諱 就是忘記點跟蹤技術 或者是品種 因為那個血量真的是太少了 很容易一直送馬弓 一旦送馬弓 數量就難成型 數量難成型 這個馬弓就沒什麼 沒有辦法給人家壓力 所以馬弓的成型 數量是非常重要的 唉唷 點掉了這一村 那現在天空熊 現在要找個機會 點大學 彈道學才行 這一村想要打掉 骨子一下這一波的村民 來蓋工程器 製造所回頭了 再一刀拿下 ERA這邊硬吃損失了三隻駱駝 我覺得不算賺 有點小虧 而且現在家裡 MR弓一直在騷擾 好麻煩好麻煩 但是這裡有戰毛兵 防守還行 兩隻馬弓倒下 路透過來招翔 有機會嗎 查一下 可惜了 天空熊這裡馬弓數量 有點 有點多了 14隻了 這裡招翔了一隻馬弓 戰毛兵 躺在這個門口 進不來 好 這邊轉頭車 開始要給壓力了 HERA這邊轉出了大學 就不先轉彈道學的 反而是HERA嗎 好這裡有撒了一些田 好 天空熊沒有打算要補大學 而是馬弓直接 欸到底嗎 三四間場也補下囉 好 現在13個馬弓 好 射不到 沒燈到血 跟我的一樣歪 歪歪的 好 13隻馬弓 再次來到這個伐木區 射不到 HERA的速度 真的是太快了 瓦音速度極快啊 好 好 上方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裡其實有個洞喔 看要不要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或者是 直接待會在這邊蓋堡 這邊蓋堡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 現在右邊這裡經軌好 全部都補好了房子 好 這馬兵過來 頭毛一發 又一隻 兩隻三隻 彈道學太香了 這個彈道學 就差很多 好這坨駱駝加馬弓 沒有打算要先把駱駝拉下去 解決一下這坨戰毛兵嗎 天空熊選擇了正面突破 沒有想到裡面藏了這麼多駱駝 天空熊可能要撤退 外面還有生女 哇 結果這一波衝進去 稍微小破了一點 到這邊藏這麼多駱駝 真的是 有點心機啊 HERA 難怪他這坨戰毛趕出門 他都已經設想好了 這可能是釣虎離山之際 好這邊戰毛兵又抓掉兩隻馬弓 天空熊的馬弓只剩下八隻在下面 被抓掉了五隻了 好 駱駝終於過來處理一下這一坨戰毛兵 馬弓可以直接撤 但是HERA的駱駝也出場了 頭車可以直接砸一趴 拍掉一坨 好戰毛回頭趕快丟馬弓 好兩隻馬弓被收掉 好駱駝趕快回家 現在不能開打 人家有頭死車的優勢 天空熊減下了一攻 三射箭場出馬弓 馬弓又配駱駝 好 當然天空熊這裡的問題是沒有生女 所以這些殘血的駱駝 暫時沒有辦法補血 好 頭車砸了一發 哎呦 掉 上去吃掉頭車 頭車最後還是拍到了 OK天空熊這一波頭車拍得不錯 雖然兩台送掉 但至少也有打到一發 好稍微遭翔 但是會死喔 這個要扭動 好戰毛兵趕快輸出 用這個勝率抖動去爭取時間 讓戰毛兵可以打 OK只是這又換掉了六隻馬弓 天空熊這一波馬弓 頭點送的慘烈 好 畢竟這人家是人家的高地啊 高打第一馬弓 一發一隻馬弓 不是問題啊 好 天交戰的月桌有點危險 HERA這一波 天空熊有機會 逆轉 這一波戰毛繼續往前走 去投毛 低打高一發秒不掉 打工 但是HERA的駱駝實在太多 打爆了天空熊中間的駱駝數量 駱駝數量現在非常劣勢 天空熊又拉了非常多的駱駝來到中間 但是駱駝數量一一就是劣勢的狀態 這就是拜丹廷的便宜駱駝啊 雖然沒有品種 當然用數量屌虐 是沒問題的 好 戰毛兵現在數量11隻 直接走到城鎮東心跟你換馬弓 天空熊這一波糗了 沒想到HERA這麼硬要 這波硬要確實也讓天空熊很難受 馬弓只剩下7隻 怎麼辦 天空熊現在經濟也沒有落後太多 只有落後1000資源而已 這一波再過來 哇 又要再送馬弓 這就是世界冠軍嗎 太扯了 太扯了 這個戰毛兵跟我的戰毛兵 玩法好像不太一樣 好 回頭再打幾發 殘血沒收掉 好 後面開始補射箭場 謝謝HERA這邊可以開始生帝王時代了 把這個食物賣一賣 OK 這邊賣的是石頭 賣了石頭四百多塊 好 天空熊這邊城堡要蓋哪了 我覺得這邊這裡要蓋一個 或是這裡 但這個生物卡在這個位置 這是很麻煩 還是把這個生物撿了 好 然後這裡補一根城堡呢 這沒有城堡 防守也會比較補那麼費心 好 不在後面 OK 這位置差不多 黑龍熊開始轉槍兵了 發現對方的駱駝真的換不起 人家的折扣太多了 中國的駱駝並沒有折扣啊 好 發展體能 黑龍熊 沒有打算要撤退 好 這一波包 看一下怎麼包 拉了一些駱駝到右邊 這一波包應該可以包到一點傷害 好 再繼續走 正面有一坨兵 撞到了正面的駱駝 天空熊沒有放消駱駝 但是後面也是有轉出槍兵 OK 有轉槍兵 就是個好現象 其實現在天空熊這些部隊 都很害怕攻兵 副攻兵打過去這一坨兵 是非常划算的 完蛋了完蛋了 這坨兵 拉走拉走喔 但是 黑龍熊並沒有想要轉崩兵 而是繼續轉出了 戰毛兵 戰毛兵繼續給壓力 好 現在3TC 已經農到了135吋 天空熊這邊也是3TC 農到了116吋 遊戲時間來到了36分鐘 看到這些戰毛兵 優勢蠻注意大的 但是現在有槍兵的加持 HERA不太敢正面硬打 結果怎麼貼上去開打了 這一波不能打的 HERA HERA這一波可能會損失自己的所有單位 下面這裡當然可能會全部被收掉 完了 吐了 這一波一看就是不能打 你都上帝王了 怎麼不先等帝王落魄呢 可能是怕這一波會被溜進去喔 所以這一波一定要送 這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我不是HERA 所以我也不確定HERA這邊是在 有什麼想法 好 抓到這炸一下 哇靠天空熊這個炸得漂亮 OK 收掉了頭死車 但現在駱駝 動裝駱駝還有50秒 天空熊電容時代還有2分半 好 但現在三級射友 他駱駝也很痛 戰毛兵現在輸出很穩定 好 自行頭死衣炸起來了 好 天空熊轉出了中國連弩 連弩來了 連弩 是中國這邊的最後希望 連弩配槍兵 通常連弩也會配中頭 去反制這些戰毛兵喔 那就要看天空熊 待會上帝王有沒有打算要轉中頭 那如果轉中頭 不然提人點化學又有火炮 可以反擊中頭 所以這個投資我覺得 可投可不投 但我覺得不投的誘因更大一點 因為不投的話 就不會被對方操作 那如果你把這個資源省下來 轉去轉馬 轉這個肉馬也行喔 雖然只有新騎兵 但至少有這個三攻三防 擋這個戰毛兵也是綽綽有無 所以頭車到底要不要出喔 取決於 對方有沒有火炮這件事情 對方沒火炮 頭車出起來 那就ok了 那中國這邊補下母子環 喔 HERA這邊點下了火炮塔 有想搞點什麼的樣子 火炮塔策略 城堡掉了 雙人巨 三技能 大槍兵三技 HERA這波駱駝沒有在動 直接被槍兵戳到頭或血流 這波天空熊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戳爆HERA正面 HERA正面已經有點虧不成軍 正面直接用重裝牆上邊戳破了 正面防線 只剩下這些戰毛兵還在反擊 但戰毛兵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化學三級射打駱駝 沒有三級馬鎧 甚至二級馬鎧也沒有 全部從駱駝跟紙狐的一樣 這時候升級駱駝似乎好像 來不及了 剩下7隻駱駝 好 但是打垃圾戰的話 半戰體能又有優勢 完蛋了完蛋了 鹹蜂蜂蜂這一波經濟好像炸裂了 跑不起來了 農田 四四片田 沒有這個城堡了 中五連弩 沒有辦法成型 好這個城堡架起來 這個是直接用火砲塔來插城堡嗎 火砲塔攻城 我的天 這個是 世界冠軍的想法 好可以看到城堡這個血 沒打一把 快要100滴阿 哇火砲塔攻城有料阿 很不錯的想法 這個創意很好 半戰體能的建築物血量本身就多了 所以看到火砲塔的血量已經來到3千1 好天空熊這邊的正面 應該是打不贏 中國連弩努力輸出 但是步兵部隊沒有成型 可能會一直被壓在臉上 石頭的部分也不夠多 在家裏補一根新的城堡 如果這裡要買石頭的話 待會又沒有黃金 可以出中國連弩 結果上面的黃金礦 被火砲塔連環塔 這給插住了 好正面用槍兵加駱駝 順利的又反推了回去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沒有辦法擋住 HERA的一波 天空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左邊這個火砲塔 工程差一點就要拿下 但天空熊有補巨頭 把這個巨頭打掉這個石頭來源 但是正面有點苟不住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HERA拿下自演上的勝利 天空熊這邊黃金 只稍微贏了一些些 我覺得中國打拜登庭這個對局來說 中國本來就是比較劣勢一點 畢竟缺了一個火砲 而且拜登庭人又有拜登庭勝騎兵 就算不打駱駝 後期直接轉這個拜登庭勝騎兵 配戰錨或是配火槍什麼的 都是有這個全能轉兵的效果在 中國人最大問題 可能還是沒有火砲跟火槍的問題 讓他變得後期變得無力 但是城堡時代跟附近時代的中期 會比較強力一點 所以感覺天空熊這把要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讓HERA在中間這一波的時候 沒有辦法很好成形的時候 可能一波打進去才有可能 對方是世界冠軍 所以要打進去也不是那麼容易就是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